我身边成功的女性都很狼性 这种狼性并非只凶狠 而是我常说的温柔而坚定 我把这种特质总结了三点 希望你也能学会 第一 他们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 别人说啥 他们明白要选择性倾听 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 当面对误解或指责时 他们不会陷入对方的逻辑中 更不会费劲巴拉的去证实自己 而是冷静思考对方的动机和软肋 很多时候解释只会让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第二 他们从不让自己陷入精神内耗 他们特别懂得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不是那种自私 而是那种真正懂得爱自己的女人 别人说啥 他们也不权信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做错了就改 但绝不会让人轻易的践踏自己的尊严 第三 他们特别独立 且有底线 他们知道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哪怕是自己的父母亲都不要完全去依赖 感情上更是如此 另一半多次出轨要原谅吗 这已经不是对方的问题了 而是你太软弱 给了别人多次伤害你的机会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特质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 评论区说说你具备了几个 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三种迹象 那意味着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留下了很大的童年创伤 首先你总是习惯把事情想得非常糟糕 而且总是觉得那种最坏的结果特别容易发生 这其实是一种叫做灾难化的思维模式 它不仅让你活得特别累 还总让你陷入悲观情绪里 第二 你是不是经常猜测身边的想法 老觉得他们可能对你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或者意图 这是因为在你小的时候 你就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总是特别的敏感 最后你有没有发现 对于同一个事情 你总是更容易注意到它的坏处 而把那些好的地方给忽略了 这是因为在你大脑发育还不成熟的时候 你的情感需求经常被忽视 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你就养成了这种看无问题的方式 说的是你吗 为什么有的媳妇刚刚开始会张口爸妈 闭口爸妈 但慢慢的叫不出口了 说起来真的很扎心 但经历过的人都懂 曾经他也以为嫁过来后都是一家人 但却发现自己永远都是外人 老公可能会慢慢忘记 他父母曾经的不邦不服 但你的那些小情绪小不满 他却会记得一清二楚 他甚至觉得孩子是你生的 凭什么要他父母来操心 你嫁给他就理所应当要伺候孝顺他的父母 男人真的很难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 家里的每个人 每件事都可能主要他的想法 在他眼里 似乎每个人都比你这位老婆来亲近 每个人都比你辛苦 可惜那些缺乏德性的老人 和那些愚孝的男人他们真的很难把媳妇当成真正的家人来对待 这种苦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真正的爱是让人克制不住 它从来就不是按常理出牌的 如果有人对你好 那总是那么冷静那么克制 那真的算是爱吗 真正的爱是疯狂的 是不由自主的 是那种让你魂牵梦萦绕 失魂落魄的感觉 它是心疼 是时刻惦记 是那种迫切想见面的冲动 真正的爱情从心动开始 一点点温暖你的心 直到最后 全心全意的清除给那一个人 从最初的喜爱 到深深的依恋最后变成了一生的眷恋 懂的人无需多言 一个眼神就足够 不懂的人 即使千言万语 也说不尽其中的奥妙 只要婆婆听懂这五句话 婆媳矛盾就化解了一半 别期待儿媳孝敬你 法律没有规定 他也不是你亲生的 别太较真 不然失望的还是你自己 第二 婆媳间本来就存在代沟 所以婆婆你少说两句 少插手 别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第三 别指望儿媳把你当妈 你没养过他 他尊重你 当你是长辈就不错了 别要求太多 第四 儿媳给他爸妈买东西 那是他的事 婆婆你别多嘴 人家爸妈养了几十年 孝敬父母 天经第一 第五 婆婆别没事找事干涉小两口的生活 除非他们求你帮忙 否则你就少掺和 出钱 出力要看情况 别自作主张 这些话虽然很扎心 但也很现实 婆婆将儿媳打得满身疤痕 最后还是邻居选择了报警 这是最近的热搜新闻 这比那些狡猾的婆婆更可恨 老师之前的视频提到过很多的婆媳关系的问题 有爱挑剔的 有爱调不离间的 搬弄是非 装可怜的 这些婆婆大多数只是想抢回儿子的爱 而这条新闻里面的婆婆再次刷新了底线 你也是女人 你也曾经年轻过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一个家庭有动手的行为 基本离散了也不远了 再说说这个男人 娶老婆的时候说好的 要爱他一生一世 却对妻子的遭遇不闻不问 这位儿媳挨婆婆的打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你选择了不作为 甚至助纣为灭 如果不是邻居选择了报警 你还要看戏到什么时候 最后给所有女人一句忠告 婆媳问题不是你的错 而是家里的男人不作为 你是他费尽心思 花钱花时间 花精力娶到家的人 为什么一旦和他妈妈有矛盾 他总是会劝你 不要和妈计较了 却让你把委屈往肚子里咽 根本不顾及你的感受 你怀疑自己嫁错的人 曾经说好的三萌海事 一碰到他妈妈 就变成了纸糊的一样 这种男人心理动机 其实很简单 但有的人花了十年时间才搞明白 今天我这番话能让你明白 处理好婆媳关系 只需要做对一点就行了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母亲标准 这种标准是他们用来评价 他人表现的基准 你老公在认识你以前 已经被他妈照顾了二三十年 这种长时间的感情依恋 形成的心理动机 往往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你可能会觉得婆婆做饭不好吃 洗碗不干净 但在你老公眼里 那就是他从小到大的生活方式 他觉得那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母亲标准和心理惯性的存在 婆婆对你男人的生活照顾 确实是其他任何女人都比不上的 包括你 你在老公面前抱怨婆婆的不对 老公会觉得你事多 你让老公选你还是选他妈 他最终还是会觉得妈好 几十年的血亲关系 不是婚姻能比的 时间不会站在你这边 你不可能会赢 记住 不要比较 做好自己就好 主打一个无视 上你的班 带你的娃 有喜欢吃的菜就吃 没喜欢吃的菜就出去吃 活得更随心所欲 一开口就激发矛盾是怎么回事 就是无论你跟他说什么 他总是一副要跟你对抗的感觉 非得变到你没话说他才肯罢休 心理学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那些认知水平相对偏差的人 往往特别喜欢较真 反驳欲特别旺盛 他们总爱通过反驳来刷自己的存在感 找优越感 这种习惯性的反驳 说白了就是心理的一种防御机制 背后隐藏的是他们不易被察觉的自卑情节 他们心里老觉得别人在否定自己 所以得通过反驳来平复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但这种习惯真的挺害人的 他会阻碍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让他们对外部的意见和言论特别排斥 时间一长还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闭环 从此陷入了痛苦的深渊